哈喽 大家 今天集中回答一下大家的留言哈 提提节可不可以讲一讲 发顶看的技巧啊 没发过很想发 但是感觉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模式 需要什么要素 看到这个留言啊 我实话说是有点懵 发顶看发什么看 其实都是Science本身决定的嘛 这本身真的是没有任何技巧科研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那些呢 说发的大文章有两步走 那只是针对小同学 没有任何概念而言啊 先加入一个大实验室 你就听大老板的就搞定嘛 但是给我留言的这一位老师呢 他已经独立了嘛 那对于我们独立的PI来说 真的是没有任何接近可走的 以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嘛 在美国科研圈呢 现在都是尽量要弱化影响因子的差别啊 就是只要这个Science本身是好的 那就是好Science 而不在乎你发在什么看吧 上次那个视频呢 也有同学留言给我 说这根本就不现实的 不可能的就是弱化看物之间的差别嘛 就是不让大家都尽量想去发顶看 但是呢 这件事如果仔细想也就会发现啊 它从对整个Scientific Community来说 肯定是有好处的 就举个例子来说吧 我去年不是发了一篇Nature嘛 就是所谓的顶看嘛 那篇文章呢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复合物的结构 并且做了它的功能 这个实验的顺序呢 是先我们掉嘛 掉出来了这个蛋白的一个结合物 那所以呢 我们就同时开始铺结构和功能嘛 有的时候呢 大家也知道这个实验的顺序 它就不是说你想先做哪个 它就能做出来的 对吧 我们是因为运气比较好嘛 那结构和功能就都做完了 所以呢 就发了一篇Nature 但是大多数情况呢 可能就没有这么理想 比如说功能呢 因为是设计实验嘛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 就做好了嘛 但是结构有的时候 就不那么可预见 对吧 它可能就要花更长的时间 比如有可能做两年 还没做出来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的目标 是一定要发Nature 我就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等 等这个结构出来 我再发 对吧 但是这样 如果大家都hold在手里 就为了发顶看 就是憋这一个结果的话 其实它是不利于别人 来知道这个发现 并且follow up的嘛 而且也不利于我们自己实验室 就是接下来的工作 对吧 因为有些东西 它就是单看 你说可能两年 有可能还能等 但是你是不能预见 它到底要等多久的 有可能等五年 或等十年 像我们之前一篇文章的话 其实是同样的一个idea 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结合物 但是这个结构 就一直没做出来 但功能就很快 就顺利的做完了 所以我的选择就是呢 就先投了子看 就也顺利的被接收了嘛 试想如果我们 一直要等着结构 其实到现在还没做出来了 我们那篇文章哪天发的 18年发的嘛 就等于等了五年 现在都没做出来 我们一直在做 就是没那么容易 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嘛 如果弱化了 是不是追求顶看这件事呢 我们就可以比较及时的 像大家report我们的发现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follow up嘛 那大家也知道有这件事 我们自己实验室其实发了以后 也可以就快速的move on 到一些其他感兴趣的课题嘛 而不是死守这一个结构 就跟它死磕 如果把顶看压我们这件事 从头上如果解除以后 大家就想想 比如说我们现在 如果做出了复合物的结构 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发嘛 它就不是一篇nature了嘛 因为我们已经先把功能发掉了 但是你把这个结构和之前 我们发的功能放在一起 它还是一个已经到了顶看 impact的内容 是不是嘛 就是它这个science本身的impact 是不变的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在一起发嘛 我们没有发到饼刊 但是这件事本身 其实对于scientific community 肯定是更好 没错 但是我说 但是对个人来讲 真的就是大家就会不在乎吗 就是虽然说说 那也是比如说 大家现在主要是推崇大家 就是说这样是推广 大家不要太在意这个impact factor 但是真的会不在乎吗 这就是问题所在嘛 就是其实现在还没有推到深入人心 如果真的现在所有的评审委员会 都不在乎 是不是我们有一篇顶看 有一篇nature才能凭上某些awards 或者一定能拿到某些奖 或者怎样怎样的title吧 那自然就 大家就确实会放下了 你同意吧 现在确实就只是在推行的初期嘛 这些规定其实都是从顶到向下推行的嘛 那既然最上面的那一撮人 他们天天发顶看额 也觉得这个是最有利于社会的吧 那他们只要真的执行下来 我相信过了几年 肯定就会有所变化吧 因为现在的话就是还 大家凭这些各种title 凭grant还是因为看这些嘛 如果真有那一天去present的话 就大家可以想想 我就有功能也有结构 对吧 这个复合物 我就放在一起 我不写 我到底publish在哪了 大家一看就是一篇顶刊的杂志的水平嘛 就是这个science本身impact肯定是到了 但是他并不会在意我是先发了功能还是结构是后做的嘛 对吧 就是science本身它确实也有个时效性嘛 就是说如果我们单纯的为了追求顶看去把这个发现一直hold 对个人来说也是有可能比如我们五年没文章 其实压文章本身也是就自己压力也很大嘛 这东西已经都做好很久了嘛 你如果不发那就一直压在那压到什么时候呢 你就自己心里也没法目望嘛 我当时那篇文章就选择功能做出来 没有等结构也是这个原因啊 我就觉得你后来在这也不是个办法啊 是吧 这是我一向的观点嘛 就是说你正好做好了就发 它只要是一篇完整的故事 它本身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发现就够了 就至于是不是有一个结构在那让它就是move到next的level 这件事它确实它其实对science本身影响不大了 你同意吧 当然它是一个更solid的proof嘛 大概是这个观点吧 我觉得你怎么看 我同样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做实验这件事能不能发顶看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在 这我绝对绝对同意嘛 因为有的课题它就比较好做 有的你想到了它执行起来的可能方法 那个时候还不是那么的先进 它就没那么好做 但是过了几年 有可能就是一下对吧 方法就大爆发 比如最近的cryo em 就让以前我们用X光做起来很费劲很费劲 比如可能要5年10年的东西 现在就是一年可能都不到 半年就做好了 那你说如果当年大家都在厚的厚的 用X光非要做的话 可能就是需要5年10年啊 就你还不如把这个发现先release掉 一直后的文章真的是我反正做不到 我心里也承受不了这个压力吧 就是从我自己阴暗的角落讲吧 就咱不说那些比较光敏堂皇啊 特别大的怎么contribute给谁啊 咱们就从自己讲 我就hold不住这件事 我想告诉别人 你看我做视频就知道了 刚才摄影师说 我觉得一条就可以结束今天的视频了 但是我觉得呢 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啊 我想在同一期讨论一下吧 有群友就问呢 不知道那些在学术圈啊 比较成功的独立PI 都有什么共同的特质 然后有另外一群友就说呢 有可能都需要抱到一位好大腿 这位同学就说呢 我深深的怀疑这是number one重要的事情 就这个问题其实跟前一个发顶刊有一点类似吧 就说实话有点惹到我 因为难道你成功 最重要的不是靠你自己的特质吗 其实就是说抱一个好大腿 那你为什么帮不到别人能帮到呢 你想过这问题没 那个大腿是傻瓜吗 他是随便让你抱的吗 我是觉得呢 这些问题我也有很大的责任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视频 就是做视频做到现在呢 我回头看就是都有一点技巧性嘛 所以大家也容易问我一些技巧性的问题 这个话题就慢慢的走偏了 好像呢靠投机取巧啊 就可以走的很好 很稳 但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也不是我做视频的初衷嘛 因为视频上大家也知道 我只能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soft scale上面可能看到的吧 真正的实力 就是你做科研本身啊 我是没有办法教大家的 因为大家各行各业嘛 我是只能算我这一行 我基本比较懂 但是对于其他的行业 我根本不懂 我没有办法传授大家 那些真正的knowledge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呀 所以就是我只能跟大家分享一些 比较共性的吧 也就是所谓技巧性 但这个并不是说 我觉得技巧是唯一的 它可以战胜实力 事实上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技巧一文不值 试想爱因斯坦 你再跟他鼓求没有意义 对不对 人家就秒杀 就是降维对你进行秒杀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多应该 focus在一些硬实力上面 真正的build up自己啊 就是在science上面真正的实力 这技巧方面真的就只是bonus icing on the cake cake本身才是重要的 我做视频的初衷呢 其实是想尽量 消除一些信息的不对等嘛 因为我最开始最初 也是跟大家分享的 都是就找工作啊 或者写proposal啊 因为我是觉得我们一路training下来呢 其实这方面的information不是特别多 起码在我当年吧 不是特别的多 是吧 就是你并不知道对方到底是寻求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你也没法给他 但有可能这个东西是你有的 所以呢我就告诉你 其实他看的是这个 哦你知道了 你就只要展现出来就够了 大概是这个目的对吧 但是最近我觉得真的是有点慢慢走偏 因为可能随着视频越做越多吧 就感觉全是技巧性的 就好像给人一种感觉实力不重要 绝对不是啊 绝对不是绝对不是绝对不是 最重要的还是你们自己本人 跟大腿其实没关系 因为你本人只要够硬的话 你自己就是大腿 或者你如果想说 哎呀我想抱一个大腿 然后就有好多大腿给你抱 然后你还挑挑拣拣的 对吧 应该是这样的哈 你让我说一下啊 我觉得他 我觉得那个同学可能是有点就是 心存者偏差吧 就是说因为他可能觉得 现在很多成功的 可能他都抱了大腿 但其实是因为那身本来自己就很厉害 所以他就更容易进大腿的实验室 所以说就显得他们就是好像是 必须抱大腿才成功的 或者说这些成功的人 他其实抱大腿A和大腿B没有区别 就是大腿A不给他抱 也有大腿B给他抱 对 或者是他也可以抱上大腿C 就是他本人才是这个问题的主要 而不是哪个大腿 这有实力的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 大家不要看网上四大牛人啊 好像你也知道几个 大家也知道几个 好像大家都处都是牛人 其实就那四个 所以这四个牛人想找大腿 那这大腿比他还多 当然都随便他抱 希望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 达到那四大牛人的水平 大腿任你选 或者你根本其实不抱 不是也有很多人吗 对吧 就是从新PI的实验室也出来了嘛 然后就还有类似的问题 比如有网友留言给我说 怎样识别Rising Star 这些都是感觉属于你回头 如果总结 好像可以说出一些什么 但其实都是 扣自己